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安培 香港社运人士杨匡与三八妇女节前夕 去北京探访被软禁的意见人士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两度探视都遭到当局人员的打压 并有香港记者在事件中遭遇袭击 导致摄影器材受损 杨匡第二次探访之后被当局人员抓捕 并一度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周日下午 他被大陆当局强制遣返回香港 香港记协发起一人一信的抗议活动 有网站发表声明谴责当局行为 并要求对事件进行公正调查 四川省甘兹州石渠县的三名僧人 于3月10日西藏抗暴54周年日 在县城首举达赖喇嘛的法相 高呼口号示威被警方拘捕 一同遭到拘捕的还有当地两名普通藏民 此外 四川省甘兹州巴塘县三名藏人 在3月8日高呼西藏药自由等口号示威 抗议当局的政策 其中一人被警方拘捕 令两人得以逃脱 目前不知下落 上海黄浦江自上周五开始漂浮大量的死猪 截至10日晚上已经有2800多头 上海市新闻办已经发布消息说 初步确定这些死猪是来自浙江加星地区 浙江省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 今年头两个月就死了18000多头猪 而且3月份还持续有猪死亡 上海政府说 上海的供水没有受到污染 但是居民却表示难以置信 广东揭阳上浦村维权运动 周日遭到武力镇压 当地的警方周日的凌晨 在村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突然采取行动 先切断全村的电源 并在释放大量的催泪弹的掩护下 调派2000多名防暴警察入村见人就打 有报道说 至少30多人受伤 上浦村的村民发起的维权行动 起因于该村的村长李宝玉 未经村民同意 私下签合同 借卖农田 中国意见艺术家爱卫卫3月11日宣布 他将出版一个重金属音乐专辑 音乐专辑的名称为神曲 由著名的流行歌手左小诅咒监制 将在三个星期后推出 其中有两首歌是有关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 据路透社报导 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2011年 因为被指逃税被监禁81天的经历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爱卫卫意见活动的打压 韩国的朝鲜日报11日头版头条报导说 韩国和美国已经确认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中国的上海等地 拥有一假名开户的多个银行账号 存款的总额达数十亿美元 报道说 这些账户还不包括 本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最新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决议中 对朝鲜金融制裁的对象 因此 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实际效果遭到了质疑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安培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